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 这 这边请 什么搞的 谁是鼠息一下 这我 宵夜 这不是你这个废话 郭广桀 好啊 竟敢让一个废物给我妹妹做手术 看你是活腻了吧 她就在饶命 饶命啊 大小姐 今天我就让你给我妹妹陪葬 是她 是她还是二小姐 陪葬的一人是她 杀了你凶手 给我妹妹陪葬 陪葬的一人是她 这是哪儿 我为什么不在这儿 小月 你是谁 还是让我来告诉你 你是谁 你本是拥有三万年修为的战天帝尊 因受魔尊蛊惑 堕落人间 受此磨烂 现时机已到 魔尊即将觉醒 你当一万年修为 降妖出魔 术祖 扶着 长 大小姐 我已经把那个废物给弄死了 就算给二小姐一个交代 你打人不及小人过 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郭广山 你好大的胆子 您知道她是个废物 你还敢让她跟我妹妹之辩 我真的是在你进门的前一个才知道是二小姐呢 有提前知道一点 我 我就是有十个男子 我也不敢怠慢楚家呀 他还没死 他还没死 小夜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要是救不活她的话 你们全都得跟着陪葬 小妹 姐 姐 吓死我了 你说的男人就是三年 说不知还是有染金术啊 不可能 废物就是废物 他要是这么能切身为人 他还会到他里面的 因为我收嘴的 这不可能 他的病我也看过 是脑部中枢血管堵塞 以现金的技术 是无法抑制的 这怎么可能治好 这身材也太好了 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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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刚好路过 刚才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 对了 其实我是来跟你说一个事 你女儿本来今天的手术 主刀医生是我 但是刚才院长通知我 主刀医生改成了赵医生 好 知道了 谢谢您一转 你个废物 说 真不怪我呀 卖家出这太急了 我说我要是知道 是土上二小姐 你打死我 我也不敢 我提醒过你多少回了 在做事之前 一定要做好背景调查 你全当耳蓬风了 今天要不是那个废物宵夜 误打误撞的 把二小姐给救活了 明年的今天 就证明我的气势 诗儿说你教学的对 你还有没有准备 做手术的小女孩啊 谁 小夜人 大小姐 我爷爷怎么样了 老爷目前还没有苏醒 中医圣所周乾坤 正在照料老爷子 好 我知道了 大二小姐下去休息 好的 周老 天日 爷爷怎么样了 卖下 似有似无 非常怪异 老朽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 那您可有准备方法 让小夜马上出现在我面前 我女儿呢 哦 肖医生 您不知道吗 您女儿已经被安排找院了呀 谁安排的 郭院长亲自安排的呀 您就放心吧 叔 一切都安排好了 而且啊 这个买家给的支票 定金收到 郭广山 我女儿呢 小夜 小弄大 小弄小弄 这是院长 刚刚事案了 告诉你 小夜说 你不要着急吗 你也知道 咱们医院的条件有限了 我也不耽误你女儿的救治呢 我已经临时决定把你女儿送到上级医院去做手术去了 你尽快放心 啊 老家医院 小夜 你是在治医院长吗 老家医院 小夜 别容易跟你相互上死后的治和储家二小姐 你就可以摆除杀人公司的骂名了 告诉你 你就是个废物 彻头彻头的废物 再给我说一遍 让小夜马上出现在我面前 是是是 让小夜马上出现在我面前 是是是 大小姐 什么呀 如果你还想见到你女儿 你马上给我去趟储家 给储家家族翘翘兵 我不去 不去 小小医生 来呀 来 好好欣赏一下 爸爸救我 妹妹 爸爸救我 哎呀 小夜 你女儿在我手上 另外我提醒你一句 储家是燕京四大家族之一 在龙国的权势之首这天 储老爷子 他一句话就能定人生死 老师父把他的名字好 你跟那女儿修想皇国明天 我要先见我女儿 哎 哎 你就是跟王家讲的一条狗 还敢不听话呀 两个选择 要么去储家 要么眼睁睁看着你女儿死 要么去储家 要么眼睁睁看着你女儿死 年轻人 储老爷子得的可是宜兰杂志 非要是人力可为呀 你可有把握 这三年来你杀人用意的那头 已经臭与面料了 今天你要是医不好 储老爷子 储家大小姐一定有个房子 就算你女儿还活着 你也见不到她 告诉我我女儿到底在 你要是医不好 储老爷子 我自然会告诉你 住手 你干什么 我做任何阵段 直接就用掙扎 小爷 我认真点啊 想想你女儿啊 香叶 你是香叶 你给我滚出去 这我欢迎你 那我还继续吗 有意 姐姐 姐姐 你快来 小爷 我爷爷今天要是有什么三堂两短 你就别想活着离开 小爷 我爷爷今天要是有什么三堂两短 你就别想活着离开 储家主 耐向平稳有力 已经恢复正常了 这怎么可能 连周老这样的顶级专家都束手无策 这个废物用银针乱扎一通就治好了 哼 小爷 不管今天结果如何 我都不可能放过你女儿 报告 我爷爷得的是什么病 储家主的病 是条寄生虫造成的非特异性心脏阻塞 寄生虫 那他的病是不是彻底就好了 不全是 什么意思 我刚刚用银针封印了虫子 但是两个小时后他还会苏醒 那就请乡医生再留两个小时吧 我得先去救我女儿 如果耽误了我舅女儿 我发誓又再不会被处杀的时刻 我帮你 住手 休业 你别过来 王家大佬等着西瓜续命了 要是耽误了谁就得住不起 你什么别过去打好歹 你什么别过去打好歹啊 继续 继续 快走 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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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呀 梅梅 梅梅 你跟爸爸说话呀 梅梅 梅梅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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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爸爸 你是来接我回家的吗 对 爸爸请你回家 妹妹 走 我们回家 我们回家 五哥 就是他 五哥 就是他 就是他打的我 小叶 你不赖呀 真把我们当转世子随便捏呀 你们可真卑鄙 明明答应我救好妹妹的 却想暗地里摘他的器官 摘他器官怎么了 臭小子 我告诉你 就在这儿 我王就是天 现在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 摘你的腰子 要么 那个小杂掌的腰子 你们就用话的 我把他打死了 死了 死了 这器官可卖不上价钱 给我上 我把他打死了 王虎 你这是在找死啊 别浪费老子时间 你要是不牵 我就插死了 死了 你要是不牵 我就插死了 死了 谁呀 没看见虎哥办事了 找死呢 闭嘴 这是出家的人 你要死别连累我 小水医是我们的贵客 不回 不回啊 宝贝 来来来来 都是不回 都是不回 谁敢动小水医 就是与我们楚家为敌 不回 这小子又打写的货 闭闭红队的你 错了 诚哥 小水医啊 大人不及小人过啊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 都是他 都是他的原因 都是他捣的鬼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 陈哥 这都是我好指使的我 他让我把小孩的腰给扔了 给你二十 管我 管我 是我鬼命家 将你 不行 你放你 不行 你捐的话 握着将你的腰子捐出去 我出去 不要 不要 小水医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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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水医 老爷子的病不会诱发了吧 如临双双双 家族的病也诱发了 按道理来说 不应该啊 老爷子的病应该两小时以后才发 这才一个小时 是管家 他给家族输了那个葡萄糖 什么 就是在作死啊 走 出发南疆 老爷子就没救了 还有 我去准备一颗人生 年份越老远 到了南疆我要远 好 不好了 丑老爷的脉相 到临旧点了 再拖下去 心脏就会停止跳动 丑老 求求你 救救我爷爷 我只有一分把握 试试三阴针吧 当年 话头老祖在试试 凭此针 挽救过无数生命垂危的黎明百姓 话头再试 你这三针下去 他可就没命 虽然心脏跳动已经到了灵界点 但是三分钟之内 还能住 赖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 有个废 上次能让除老苏写 在我看的 如果是走了狗死运而已 我不管你上一次救活老爷子 是不是运气 但是这一次 如果有所闪失 三个都得死 我不管你上一次救活老爷子 是不是运气 但是这一次 如果有所闪失 你们三个都得死 小毛病 何谈生死 大放厥词 那 萧神医 你还在等什么呢 我在等 谁 东西找的 萧神医 这是一桌三百年老山山 事业仅此一桌 够了 辛苦了 萧神医 你当时想掉主教主的墓吗 苦闹 你说我们医生 难道不知道除了这种情况 一旦服用老山山 就会气血加速 血管暴力 难怪人家说的没错 你就是个杀人的佣医 我可没说这山山是给土老爷子吃的呀 天悦 这个废物不扣 赵柴 把他给我打出去 难道 这就是失传的九阴还魂针吗 是怎么可能呢 这种针灸奇术 心情就已经失传了呀 他是怎么会的 你叫什么呀 姐姐我叫萧梅 今年几岁了呀 我今年六岁了 姐姐我好害怕有坏人 梅梅不怕 姐姐已经帮你把坏人都打跑了 谢谢姐姐 姐姐你好漂亮 梅梅怎么这么乖呀 姐姐答应你 如果你爸爸帮姐姐把爷爷治好了 那姐姐就帮你把欺负你的坏人教训你的好不好 好 这根红虫 就是老爷子的病根所在 不可能 你不就是南疆医院的杀人医生吗 一个愤人中医 怎么可能会这种医术 不可能 那我爷爷的病是不是就全好了 大小姐 老爷的心脏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了 再过半分钟 老爷子就会醒过来 小爷 谢谢你 你救了我爷爷 以后就是我楚家的救命恩人 楚小姐客气了 以后不要叫我楚小姐了 叫我天悦吧 小妹妹 小妹妹 以后记得来找姐姐玩哟 嗯 姐姐 别忘记我们的约定了 你个小机灵鬼 姐姐不会忘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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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好 吃吗 做事 嗯 哎呀大哥 来来来一起来来来 喝一点喝 谢谢哥 谢谢你干吗谁呀 哎来 宵夜 喂大哥 宵夜 宵夜 弄他 我看谁敢 谢谢楚小姐的好意 这是我的词词 雷雷 别怪不给你机会 既然萧月兄弟说了 我今天就不会出手 但是如果你不讲规矩 使用阴招的话 就别怪我楚家对你不客气 弄他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老大 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你让我往东 我绝对不往西 沈亿 沈亿 叫乔大哥 小沈亿 你们怎么在这 好意思 问我们怎么在这 我当然是来接我们江家的孙女 江梅的 萧月 江梅在哪 梅梅姓萧 看见了吗 监护权 你女儿你配吗 你养得起吗 你这个废物 是啊 萧月 你可别忘了 你可别忘了 六年前的像条狗一样入坠到我们江家 当时连一个抽要饭的都不住 是我们江家给了你吃 给你喝 给了你一切 现在倒好了 养了五年的野狗 不仅连主人都不认了 还把江家的孙女改成了消性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 要不是看见你死去的姐姐份上 不饶了 你不提我还忘了 就那个吃里扒外的臭婊子 她的骨灰早就被我们移出了江家祖坟 连骨灰都被我们扬了 她的骨灰早就被我们移出了江家祖坟 连骨灰都被我们扬了 狗急了想咬人 就你这废物 江泰 你跟这个废物磨及什么 去把梅梅沟带出来 江泰 你当我王虎是透明人吗 我还以为谁呢 虎哥 这黑灯瞎火的 我还以为是这废物身边跟了一条狗 王虎 真当我们江家在南京是摆设吗 你动手一个试试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别以为有王虎给你轻摇老娘就会怕了 告诉你 一个小小的王虎 我们会把他放在眼里吗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交出我的宝贝孙女 我江家给你没完 江家给你没完 郑连骨 你到底想干嘛 我想干嘛 我当然是来接我们江家的孙女梅梅的 是为了给她更好的生活 为了她的病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 那不必了 梅梅的病已经治好了 好呢 谁治好的 当然是我治好的 怎么可能 你就是一个杀人庸医 我坐这 萧梅的病就是萧生医治好的 就她那废物一样 萧生医 萧生医 我来了 郭院长 你来得正好 你来帮我拆穿这个废物的房子 这个废物说 是她治好了梅梅的病 谁不知道她是南家医院出了名的庸医 老太婆 你说话嘴上积点灯 得罪了萧生医 灯怎么死你都不知道 郭院长 你是喝多了吧 你怎么会叫一个庸医 你萧生医呢 我知道了 你肯定被这个废物收买 给它串通一气 想阻止我带走姜梅 对吧 我懒得跟你啰嗦 萧生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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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你是否收买了郭院长 江梅 我今天必须带走 不然我就不客气 你怎么不客气法呀 我再要见识见识 江家 好大的口气 江家江泰 这臭婊子谁呀 你干嘛打人呢 你俩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滚人的 这是燕京 楚家的大小姐 楚老太爷的宝贝 孙女 楚天月 就算你爹 江恒太在这儿 也得给跪上 萧生医 感谢你救了我爷爷 这里是一千万的支票 是我们楚家的一点中意 希望您能笑纳 一千万 你投资了 国院长 你们南疆医院 是不是你该给一个交代呀 大小姐 萧生医 都受我们南疆医院的责任 是我郭广山啊 用人失察 任天啊 萧生医 您发落 你等啊 你 给我滚出来 萧生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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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不去小人 你饶我一次吧 萧生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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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干什么 萧生医 萧生医 不说 我不该是 我不该贪图钱财 不该盗败器 我更不该盗你的女儿啊 萧生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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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他参与了 你他妈 我我我我他参与了 你他妈 我我我他参与了 萧生医 我错了 萧生医 萧生医 是不是还漏了一个人呢 哎 哎 是 我说 给小美转运 就是 就是他去 就是 萧生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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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 我真的是 往虎弼的 往虎弼的 你 萧生医啊 这都是那个雷烈呀 那个雷烈 他亲手不如呀 我说我不听他的 他就要杀我全家呀 萧生医 萧生医 我向你保证 我从今天开始以后再也不做任何确的事了 我错了 萧生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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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我们身心相爱他 没想到到头来还是一桩买 五尊老当一壮 风采不解当年哪 少这么啰嗦 有屁块放 有错 请你杀个人 开个价吧 杀人这种事找我徒弟就行了 这世上还没有我徒弟解决不了的 你徒弟确实行了 被宵夜一掌就给打死 五四万 成交 老伙子 眼力不错嘛 一下子就开上这五百名的 那你头缘 你山生我就卖给你了 一百万 一百万 你这人生 十块钱都不值 不买就给我滚蛋 别打我采用 别生气 我看你也不容易 我今天帮你把这人生 卖出万倍高价 万倍 真是可好生啊 就是太贵了 家子 你在这摆摊几十年了 一点眼力见能没有 就他这穷逼能买得起这玩意儿 宵夜 这人生是假的 你没来过这儿 你不知道这儿的规矩 如果你真的想买人生 还是去店里买的 他这个穷酸呀 就算这个是假的 他也买不起 他买不起 那你一买呀 你当我傻吗 他就一看就一根树干 可是 我怎么看 不是人生 小爷 听我以为你眼瞎呀 哎 你骂谁了你 我这位兄弟 一名天堂宝满 骨骼亲切 一看就是人中楼凤 我这就给他人给掀 让他 忘了三天前的话了吗 小爷 不要以为只有你又靠 我现在也有靠 林康林朗也走 已经把雪儿取费给我了 江泰你住靠 林康林朗也走 已经把雪儿取费给我了 江泰你住靠 没人 作为同事 我还是奉劝你 鲜花别茶 小爷你别听他不说八道 对了 下周我爷爷过寿 他说想见你 你得来 林老会起这个穷逼 你不知道吧 我爸在战场上救过林爷爷 我从小跟清雪一起长大 清梅重法 是吧 清雪妹妹 小爷 我明白了 原来你是想把这破树根 当作喝礼呀 人生还是树根 是什么就知道 拿起来 拿起来 试试吧 走哪个 我开走路了 谢谢啊 收得一 九泉雪山 只有七死回生之下 你才老爷子喜欢的 二十万 这东西我要了 八十万 一百万 这位兄弟还请高台贵手 我家有病人 三百万 放假了 三百五十万 四百万 四百五十万 要不你陪老板睡一晚 或许 四小你干嘛 有人已经找到神医 房处有救 走 五百万 小舅子 看清楚啊 万一是假的 五百万 假的 帮着这么多人的面 假的我也认 你吹脚 来吧 王总王太太 来了 里面请吧 雷总 雷太太 你们来了 家里面请 等一下 你谁呀 秦铁呢 没有啊 老爷子喊我 你这种骗吃骗喝的混混 老娘见得多了 你这什么狗样的 也敢踏进林家的大门 你不信 可以给老爷子打电话 打电话 开什么玩笑 我是那种 会为了一骗子 去烦人老爷子的人吗 劝你识相点 赶紧给我滚 我父亲在战场救过林老爷子 我姓香 这个表演 你就是那个飞无销业呀 今天来干嘛呀 又给你女儿借钱治病啊 我不是来借钱的 是来给林爷爷祝寿的 祝寿 你呀 先把我们家的钱给还了 然后回家撒泡尿 照着自己是什么东西 我们今天林家来的 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呀 别扫着大家的眼神 慢着 哎呦 我姜泰 宋阿姨 今天是老爷子的寿大 宵夜这废物 也算是对林家有恩 俗话说得好 伸手不打笑领人 既然废物有心了 咱们不能跟他记下 要不你把礼物拿出来 给宋阿姨看看 你不穷三样 你让他拿受礼 不是为难他吗 宋阿姨 人宵夜前几天才挣了一千五百万 哎呦 一千五百万啊 就他这个样子 这落魄样 这是借林家的钱 连本带戏五十万 那我就看看我们恩人 送了什么圣子 好你个宵夜 我们林家好心借你钱 你今天就拿个十几块钱的破茶杯 来贺售 宋阿姨 这杯子可不止十块钱 那是宵夜辛辛苦苦花了十几块钱 在地摊上买的 好你个宵夜 我们林家借你钱 给你那死鬼女儿看病 你不还钱就算了 今天拿这么一个破玩意儿 来跟老爷子贺售 你是想羞辱我们林家吗 宋阿姨 这杯子是古董 是西式珍宝啊 西式珍宝 你当我眼瞎吗 你当我眼瞎吗 你 这可是大唐的月花慈悲 就这破杯子能是古董 你当我们傻子呀 你真当你那狗眼看看 就这陈色一看就是假货 价值连车的老货 你们是真不认识是吧 就算是老货 我赔你一个行吧 再不行赔你十个百个 再不计赔你千个万个 行了吧 好 小太 我记住你 等着吧 你会为装逼付出代价 是吗 来人 把这药犯的给我赶出去 真是的 老爷的大寿 别在这儿给我添堵了 放开 我自己不会走 住手 怎么回事了 爸 这新消的神经病 拿个十几块钱的破瓷杯 出来给您破瘦的 是啊 爷爷 这小子 拿个破杯子给你当兽敌 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明摆着就是啪啪打您脸 对呀 你们两个认识干嘛 赶紧把他轰出去 谁敢 赶紧把他轰出去 谁敢 小姐 是我的救命恩人 小爷 是我请来的 爷爷 他爹是救过您的命 没错 但是咱们邻家带他也不薄啊 他今天这么恶心人 这分明就是不把咱们家放在眼里 不把爷爷您放在眼里啊 江泰 这叫爷爷 不是上岛吧 爸 这阿泰呢也是看不惯这个行销的 出于义份才这么说的 再说了 今天阿泰为您的寿业 可是花了五百万 准备了一份大礼 快给我 来 这么贵宗的武器 我可销售不起啊 爸爸 这不是一般的武器 这是九旋雪参 九旋雪参 据传 孙思秒就是用的 给唐代的战神一禁 强行的续过 量刺性命啊 这九旋雪参 传说吃了 能长生不老 这九旋雪参上的一根须啊 瘸腿的人吃了 就能力打恢复 进步如飞 真的 对 爸 赶紧看看吧 这东西叫水萝卜 在东北 三块钱能买一大堆 这不可能啊 这怎么回事 丁爷爷 这个是真古董 至少是圣堂的 圣堂的 你是瞎了狗眼吧 就这橙色 能是圣堂的 宝田天物 将开 你这个臭小子 宝田天物啊 你这个臭小子 宝田天物啊 你知不知道 这是圣堂 唯一传世的月花慈悲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丁爷爷 这本来是我送您的贺礼 没想到被江公子给摔碎了 小舅子 你说这可怎么办 你血口喷人 这杯子明明不是我摔的 大家都看到的 这是少奶奶摔的 阿姨 你可是最疼我的 我可是你未来的女婿 你放过我吧 说什么呢 江海 你把老爷子 心爱的杯子给摔了 难道还要 我来跟你背锅吗 你 你 你这个人 配不上亲血 那你给我滚 摔坏了老爷子 心爱的慈悲 就想一走了之 不合适吧 好 你赔 怎么赔 一百万够了 江泰你开什么玩笑吧 当年在苏富比拍卖行 流拍的那件 明代月花慈悲艳品 价值一个亿 这个怎么也得 十个亿吧 十亿 你休想 杨泰 林家三叔林康 何时治安司令 张泰 你要是不赔的话 你和亲血的事 我第一个不答应 哈 萧业 萧家 林家 我记住 咱们走着瞧 什么 又借三亿 江泰 我问你 还完了我的十亿 你们江家 还是什么 有啊 我们家还有四大慈养 王总 你当初和我 闭嘴 当初那臭娘们选的可不是我 借你三亿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必须把你们江泰所有的资产 都打包卖 打包卖 这叫成人之威 成人之威 怎么了 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江家表面是做瓷器手 暗地可没少干那些抽筋摸鲁的事 行 三亿就三亿吧 来 既然你这么爽快 那我还可以送你一份大礼 什么大礼 帮你杀了萧毅 好 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在杀他的时候 我要亲自动手 哈哈哈哈 成交 萧毅 十几亿的东西你说送就送 我看你是脑子坏掉了 我又不知道乐化慈悲那么多 你是对今天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都要被你气死了 今天过来找我 去不了教秀 差点被你气得忘了 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昏迷不醒 专家说他还有一个星期的寿命 我想请你去帮忙看看 黑银大人 这位是更医生手周琴昆 这位是日本医学泰斗中春英南 这位是南疆医院校业 还有两位专家 有劳楚小姐 各位神医这是刚出的体检报告 照报告上来看 其他的生命指标基本正常 只是脑电波出现异常 老朽斗胆想给殿下请个脉象 难道你们这群中医都是废物吗 像这种病情复杂的脑部疾病患者吗 单纯看个脉象能看出什么呀 你 我怀疑是颅骨变形挤压大脑 导致脑电波减落 我怀疑是颅骨变形挤压大脑 导致脑电波减落 没有脉象 不可妄想论斗 脉象 是你们这群中医太废了 我想除了我 你们都不知道他得的什么病吧 小先生 但是说无法 你是想说 这个病叫脑干神经阻断吗 小哥 你怎么看出来的 接下来 是不是准备用医学低压电流 对脑部进行冲击治疗 你到底是谁 这可是我们医学院 数十位专家研究了 数月的治疗方案 这是我们的最高机密 你怎么会知道 什么垃圾方案 还用得着保密 不况 根本就不是方案的问题 是你诊断错 这个病 不叫脑干神经阻断 你刚才说什么 你敢骂我们 大日本帝国的治疗方案 是垃圾 小子 就算你偷看了我们西洋医学会的治疗方案 我还是不相信凭你的能力能把它治好 那如果我要是治好 那我就弃西医学中医办为师 那如果你治不好 三日 三日内他要是治不好 我断他手机 何须三日 一刻钟 何须三日 一刻钟 殿下已无大碍 当然 还得多感谢萧先生 老夫此次终于见识到中医的博大精神 萧神医竟然仅凭针灸就让一脑死亡的人从阎王殿走回来 简直是太神奇了 萧神医 毕人今天真是大开眼界 我们西洋医学会是不愧疏的 更何况现在黄楚不是还没醒 开马屁的话说得有点太早了吧 萧先生 独胆问一句 殿下是什么病 我从殿下的后颈处取出了一根白雾菌丝 白雾菌丝 没错 就是这白雾菌丝造成殿下的脑电波衰弱 是不是这菌丝侵入大脑 吸取大脑血液导致大脑共血不足 造成脑电波异常和血弱 不错啊 小八个 一点就同 不过这个菌丝可不是天然形成的 而是人工培养 你的意思是 这是一场谋杀 你的意思是 这是一场谋杀 没错 这是一场谋杀 是有人将这白雾菌丝 植入到黄楚的后颈处 随着神经入侵大脑 谁这么大胆 想要谋杀殿下 萧毅 你接着说 谁要谋杀本殿下 这是 你得问 中川 过来 我听说你要弃西医学中 而且还要办事 小野老师 从今往后您就是我中川英男的老师 我中川英男从今天起起西医学中医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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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快 哎 小野怎么了 小年 没事 小后过路太累了 休息会就好了 这总备好了 快闭上他 小野 小野 你怎么了 那 行不行 姑娘 姓萧的在你车上吗 姓王的 你不是说这家伙很强吗 就这么一个劳病鬼 杀了我徒弟 雷烈 那雷烈确实是被他所杀 乃是我亲眼所见 江少 小野 是你姐妹 你过去确认一下 不算 就是小野这个废话 他讲了 就这么一个废话 他不配我动 等一下 让我来 信简的 就是因为你这个混蛋 害得我江家家破人亡的 现在你落到我手里 你死定 你他妈闭嘴 这他妈垃圾 弄一下就挂了 真是便宜他了 我坐 那个小贱人怎么处理 照我来看 一不坐 二不休 一起宰了隔了 动手 那个小贱人怎么处理 照我来看 一不坐 二不休 一起宰了隔了 动手 王左 我觉得吧 这小贱人 长得还挺漂亮的 要不 交给我来处理 也行啊 你不是说你弄死来了吗 终于活过来了 我走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跟笑颜那是蒲公带天 笑颜 我刚刚明明电视里 你怎么 不好意思啊 让你说 就你这九块九包邮的烂垃圾 还想垫死我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吧 这可是上万伏的垫垫呢 走 既然你没被要死 让我们少点送你上路 兄弟们 修理他 好 既然你没被要死 让我们少点送你上路 兄弟们 修理他 你们都干什么啊 起来就咬他 小叶 你能从电棍中吸取能量化为内力 今天也算是做真正的副 不过 现在你这位伙伙 遇见了不就 那就是死路一条 不愧是武尊一出手就把他打得满嘴堵谢啊 嘿嘿 这就是传说中的战典手 今天能败得你宵夜的上下 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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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不会吧 武尊被你一拳 小哥 我弄死你 小陈大剑 从今日起 南疆再无王家 我怎么弄死你 小陈大剑 从今日起 南疆再无王家 要是让我在南疆见到王家义人 先 杀意 我 是 不 走 天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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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tain 天憑 天悦 谁能无影啊 你是谁 老朋友啊 你想干嘛 杀了你 从你变成人以后 就变得如此的不开意气 作为尊者我是看不上你 你想干嘛 杀了你 从你变成人以后 就变得如此的不开意气 作为尊者我是看不上你 我现在要把你送到一个你该去的地方 这里的王者属于回天魔尊 小爷 天天 感动我的人 今天必须死 天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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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和畜生 小爷 若要强行逆天改命 会透支你顾本真元 消耗你的千年的行为 你愿意为凡天与子 付出此等赛相 看来仙剑没有选择人 你可开启人独二脉 让其气血倒流 逼出魔尊阴 付小姐 对不住了 要是再不救你 你就没命了 我保证 我该碰的不碰 今天必须死 小爷 战天地和 小爷 你对我做了什么 该做的我都做 我跟你没完 你中了魔尊的阴魔掌 命都快了 我也是迫不得已 魔尊阴魔掌 你当我爸岁小孩啊 还编故事骗我 你是不是都看见了 我没有任何想法 你 你看都看了 你还没有任何想法 你 你看都看了 你还没有任何想法 大小姐 你到底是让我有想法 还是没想法 小爷 你若想再见到你那点儿必须参加本届的龙鹰大赛 小梅 你把龙鹰打死的最高将 一万皇那的时候 再来接你的女儿 装神弄鬼 肯定是王家和江泰搞的鬼 家族大人 真不是我干的呀 我跟他跑出来就跑散了 一定是萧嫣 一定是他 他一拳就打死了武尊 真的跟我没关系呀 你是不是 你家族大人 真不是我干的呀 我跟他跑出来就跑散了 你家族大人 一定是萧嫣 一定是他 他一拳就打死了武尊 他一拳就打死了武尊 真的跟我没关系呀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早就跟他勾结穿过好了 别说 他之前可是你家的好罪序啊 你家族大人 萧嫣给你追我 他联合凌家 拼了我家家所有的财产 多家族 我跟他不共戴天 我怎么可能跟他勾结 你现在在哪儿 谁叫我 这是大人 就是大人 就是他杀了武尊 萧嫣呢 什么萧嫣 这磨尊在哪 什么磨尊 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你跟王 我嫁了我女儿 我女儿呢 够了 萧嫣 是不是你杀了我儿子 我只杀了磨尊 你儿子 我费了弹部 那你能告诉我 我儿子是怎么死的 王死了 这事 你得跟张汉 庄 你还在这儿装呢 来人 杀伙给我 不 这样子杀伙给我 多了 放开天员 好 那你跪在我面前 一只七岁 否则 我就宰了这婊子 谁敢做我的腿 救我 爷爷 救我 救我 我跟他威风啊 敢动我出家的人 是你们的人杀了我儿子在前 给 吃了给杀了我啊 我只费了他的哥 再说了 再说了 是他绑架我和天月在前 赵臣可以作证 江苏 你小爷说的别走 就说如此 老爷和小爷出手如此乃毒 吻碎其骨折 我们的儿子 不是被你遗疾病 而是被活活吐死的 小爷 你要以命敌命 皇上 是不是让我主家 为了四伏连 是不是让我主家 为了四伏连 四伏连又如何 王后是我亲生的儿子 是我王家未来的家族 小爷 你有可曾放过他 你儿子是我杀的 一人做事一人吧 好啊 洛乡也能够敢做敢当一人了断 我王家也绝不会为难出家 王哥哥 不要不要 爷爷你救救小哥哥 救救小哥哥 王天罢了 我希望你收到这套 小爷 你要再不动手 就别怪我刷了你再伤好的了 小鹤 王天罢 殿下的救命恩人你都敢说 我认为了 小 王叔 把姑娘放了 把姑娘放了 殿下 这是我跟楚家和小爷的私事 就老您操心了 小爷他杀死了我亲儿子 我跟他不顾戴天 他救了你的命不假 但我今天 绝饶不了他 宵夜杀王傲 有证据吗 你们王家有错在先 勾结武尊 并绑架了宵夜和楚天狱 王叔啊 我听说你为了换身 还想拿宵夜的女儿活体去世 四大家族民正案的我真意这一遍 现在你跟我刀容相见吗 不 这个事情传到父皇耳中 恐怕从此再无精灵往下 你不 那 那我孩儿就白死了吗 你不 那 那我孩儿就白死了吗 王储明慧是你王天报职户的吗 你 为什么要救我 离你王家在南疆的所作所为 你早就该死了 但是要等到我查明真相以后 我宵夜是不会让人随便 罗罗口十八字的 那 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站住 站住 慢着 我女儿到底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那魔尊到底是谁 我女儿到底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那魔尊到底是谁 魔啥尊呀 你自己得罪什么人 你问我们干什么呀 龙鹰大赛到底怎么回事 小玉 你从哪儿听说 是魔尊 他让我 参加龙鹰大赛 获胜以后 我就能见到我女儿了 黄楚 龙鹰大赛到底是什么 龙鹰大赛 是我们龙鹰大赛 是我们龙鹰心里的一根刺 当时的情况 除了也在现场 嗯 三十多年前啊 东银 用他的西医挑战龙国的中银 林江 主动迎战 是林正南林爷爷吗 噢 不是林役 是他的父亲林江 当时 大家都一时认为是 百分之百的获胜 但是他 居然 认输 当时 大家都一时认为是 百分之百的获胜 但是他 居然 认输 龙鹰的中银是三十多年 抬不起头 你看 你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这次比赛 危险你呀 呀 凶土鸡上网 爷爷 这次龙鹰有萧哥哥 萧沈依 他以医彼食 打趴那些人 不被撤回之力 王主 我想参加这次龙鹰大赛 别想 我觉得萧业 参加这次龙鹰大赛 必赢不可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 龙鹰会是否同意 萧业 龙鹰大赛 我另领 全力辅助龙鹰会 龙鹰大赛 我另领 全力辅助龙鹰会 萧业 萧业 你到底怎么办 我 我半仙 你说你要参加龙鹰比赛 你怎么知道的 我劝你一句 千万别 为何 为何 上次学生之事 我就觉得你绝非凡人 如果你一定要参加比赛的话 以我不得挂象来看 必须要放出 不该放出 放出东西 什么东西 魔魂 魔尊的神魂 即日是魔尊 认识 魔尊在哪 带我去找他 我知道 吴半仙 我看你就是魔尊吧 我不是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三件安危来考虑的 还敢说你不是 不然你怎么知道我是战天地尊呢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三件安危来考虑的 还敢说你不是 不然你怎么知道我是战天地尊呢 地圣和魔尊 都是三件两极 前者为我事 后者 一旦战天地尊出现在人间 魔尊 势必要复杀 好了没错的话 我说你就在你身边 你到底是谁 千年之前跟你一样 也是 但 原来上一任帝尊 像你这样 帝尊来到人间 须历经七情六分 旧人 前妒忌 一朝不胜 心谋 心谋 一朝 便会召唤出 磨吞 我就是因为 多不过这段情节 才遭受天解 便会召唤出 磨吞 我就是因为 多不过这段情节 才遭受天解 不死 不死不灭的 后路上千年 所以 我不想让你变成 这个样 你是让我割舍一切 成为一个纯粹的地尊 可是我还有女儿 还有自己心爱的 倘若我遵从那天道 放弃她 我做个纯粹的地尊 这样的天神 就与我横用了 你走吧 我是不会放弃比赛的 如果真的放出什么东西 我会舍弃我的肉身 弥补这些结果 你让我看到了 作为递争的 我佩服 倘若以后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随时到 宝宝街来烧 你就是宵夜 你算老几呀 敢抢老子的 拆散名额 小燕 我问你话呢 你是耳朵聋了 把你脑子坏掉了 我说会叫的狗不会咬人 好歹是董博士 为达宿 我扫你吗 放手 然后 我当时谁呀 原来是林清雪呀 在这个地方能看到林家的人 真是不容易啊 住口 那种爷爷是被诬陷的 你爷爷是故意输掉的比赛 在场的人都知道 我要是林江啊 我就跳楼谢罪的 你爷爷是故意输掉的比赛 在场的人都知道 我要是林江啊 我就跳楼谢罪的 这鸟子 你敢打我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没想到比赛还没开始 你们龙国人就一座窝里斗 狗咬狗 小八个 你说谁 李少 李少 这位是东营会选手 全阳药业家的邵家主 东营胜手 全阳元一先生 在东营 他的地位 只比中川太等地 全阳元一 全阳狗娘 你妈谁呢 居然派出这么一些个白色的参加比赛 全阳元一 全阳狗娘 你妈谁呢 你们龙一会是害怕了吗 居然派出这么一些个白色的参加比赛 是啊 别以为是大师之间的决斗 没想到 来的都是指挥狂家的狗崽子 哈哈哈哈 这是丢死人了 你们两个给我滚出去 有保安的 把他们抹轰出去 难道我眼睛李家 说话都不好使了吗 不好意思啊 留伞 不好意思 新医生 我 我打死你 住手 困掌东西 是 肖大师 对不起 老朽管教部员 多有冒犯 还望恕罪 这 是不是搞错了 他就是个废物啊 赶紧给肖大师 跪下道歉 师父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就是个废物啊 你 赶紧向肖大师道歉 否则 从今日起 你我断绝事图关系 师父 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和我断绝关系啊 错就错在 有眼无珠 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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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 跪下 对不起 小大师 你们这是在演戏啊 把一个实习医生补上天 来吓你 中国人 你们真把我们东西人都傻了呀 这 生意 你们在演戏啊 宵夜本来就是神医 还有 你们算老几 他至于在你们的面前演吗 师父 这手段也太小儿科了吧 他连毛都没掌权 这电视上的大师啊 哪个不是先锋道骨七二八十啊 你 给我滚出去 你 给我滚出去 哼 哼 要不这样吧 你看大家都挺浓的 就别浪费时间了 你们龙音会 当着大家的命 不再有东营会面前 乖乖认输 回去乖乖烧掉药方和电机 明天的东营会报到 新许我们东营会会让你们龙国人 当个兽医 养家糊口 这屋子看上没脑子的事 不是这老头没脑子 是你们中医 须有其表吧 哈哈哈哈 天逸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 东川英南 见到老师多什么 老师 弟子 中川英南 拜见十尊 中川太总 您刚刚说什么 十尊 这不可能 你到底是谁 跟你说的一样啊 南疆医院的实习医生 查过了 他就是江南医院的小医生 据说还致死过人 是个杀人庸庸 搜疗我不知道了 他救活过中川老师 没救活过的病人 不过 应该只是一丝意外 啊 走得死 我们 要不要找人除了他 就像当年对付林家那样 现在的荣国 已经不是当年的荣国 在别人的土地上杀人 你是不是活腻了 再说 这次我们给出的题目 可是世界医学难题 他们输定你 是 狗无论吃肉还是吃死 它都是狗 成不了了 都是黄鼠派了支援龙医会的人 你得好好查查 是 各位 参加明日比赛的三人医疗小组 现在已经定了两个名字 他们是 陆明 林振南 林朗 会长 三十年前就是因为林家 才输给了东尹 现在又让林家人出战 您就不怕重导覆辙吗 那还问问李博士 除了林老 谁能出战 谁敢出战 让我来 让我来吧 既然把戏已经被戳破了 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 那让我来吧 我愿意替林老 为国出战 周 中医 你才学了几年 老师 那萧叶才学了几年 你就敢跟我们平起平坐了 再警告你一次 别再对萧大师无礼 否则 你给我出去 李博士 也是爱国心切 说老不必怎么办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 就什么定 黄楚昨日已有安排 第三个人 就是萧叶 萧大师 老师 这怎么可能啊 黄楚已经昏迷十多天了 这找了数百的泰山北斗 都未见醒来 怎么可能昨天晚上下职 让萧叶来参赛呢 有人是不想我醒过来 见过殿下 管家不言 多有冒犯 殿下 您是何等英明神武 为什么要派南城这种小地方的医生 参加比赛 这关乎我们龙国医术的体面 是一届的国运之战 若是输掉比赛 我们龙国医术将永无翻身之日啊 我的历史消夜之后 我相信你 这场比赛 他一定能让龙国 逸去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龙鹰大赛的现场 我是龙国记者 明南现场实施直播报道 那么还有十分钟 这场举世 琢磨的大赛就要正式开始了 我身后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和观众 据说本届比赛的冠军奖品是由世界医学会提供的 全世界现存的唯一一株比较花 那么奖品究竟花落谁家 谁又能赢得本届比赛的冠军 我们拭目以待 各位观众各位观众 这里是龙鹰大会的比赛现场 这场比赛刚刚结束 最终由我龙国消夜获得最终胜利 为我国医学界医学前耻 让我们迎接我们的英雄 我们的神鹰消夜 凯旋归来 战天地尊 当你赢得了冠军 我就用你的女儿腰戒力换取笔案花 然后在命令里 杀掉龙国的皇储 拿到镇天玉玺 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恢复所有的法律 彻底离开人间回到天狱 不 总是嫌 我还要杀掉你 战天地尊 你没有辜负老夫的期望 我就是墨村 手下开死 没能追回消夜 把消夜要杀黄储的视频给我发到网上去 是 小夜 现在黄储行宫的戒备程度明显比以前更加森严 看来是我爷爷 不 魔尊 魔尊发到网上诬陷你要杀黄储的视频 被龙国高层看到了 要不然 世卫也不会增加了这么多 这个魔尊可真是卑鄙 天元 魔尊设计这么多 就是为了拿到镇魔运行 昨天他又明明要求我不成 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 你的意思是 魔尊会亲自杀了黄储 拿到镇魔运行 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在魔尊之前 救下黄储 黄储是我的朋友 我们千万不能让那个恶魔得逞 小义 权利我 给我支币 只需要接近我 楚老 他背后的魔尊呢 你派人四处的查找吧 我估计我为他员就在南疆附近 哎呀我现在最担心的 陛下是什么 这个镇魔运行 会落到母尊的手里 楚老 镇魔运行是陛下秘书 普天之下没有第二个秘书 你是怎么知道 殿下 我曾经告诉你 皇室秘密 国脉所在 我不可能告诉你 魔尊 猜对了 我就是魔尊 就说你完了 镇魔运行 运行运行 就算我交给你 他也未必跟你 这不很简单吗 我把你杀了 我不就成了新的主人了 阴魔掌 怎么办 还有一下神剑 小哥哥 一定要救救他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黄厨死在我们眼前 而且万一他死了 我再诬陷你的事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好 我来想办法 小野 你干嘛 站在没动 白雪 你误会我们了 蠢天玥 亏得黄厨拿你们当朋友 没想到 一开始让这个新肖的来给他治病 就用心不良 白雪 我们真的是来救他的 你先给阳王姐是吧 小哥哥 小哥哥 我 我好像受伤了 天玥 小哥哥 没事 天玥 我在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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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小叶 现在全城填满了你的通缉令 你得振作起来 摩尊拿到了振末玉玺 打开振末殿 这样一来 所有人在死都白死了 所以 你是战前继尊 这个 马上 他们帮上你 洗尽千华 脱胎换骨 万伐归东 万元归 战天帝尊 左腔疲离 战天帝尊 真神归位 今日 东英国医学会院士 老外科专家 中川英男 与凌晨 发现死于家中 死因不明 这已经是近一周来 世界范围内 第十三期 国尊 国尊为了杀皇帅 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萧业 你是来杀我的吗 我为什么要杀你啊 楚老说的 你就是摩尊 拐走了楚小姐 楚小姐呢 他死了 你杀了他 楚老杀他 不 准确的来讲 应该叫摩尊 他想杀皇主 不可能 等等 你的意思 那些医生 也是死于楚老之仇 皇主可以证明 带我去见皇主 我可以治好他 我凭什么相信你 喂 什么 什么时候 好 我把手过去 不让任何人知道 黑男人 周老 黄楚他 黄楚只是油分离底 还有的救 宵夜 没想到你还肯自投罗网 住手 黄楚不是我杀的 我来此是为了救他 你放屁 不是你杀的 为什么他身上有你的银针 我说你是真蠢还是假蠢 银针是中医必备之物 随便哪个中医 都有携带银针的习惯 你说他只是油魂 还能活 殿下 你醒了 除非是摩尊 我马上叫你去抓他 等等 黑夜 你去抓摩尊 只会有序误会 摩尊 可不是一般人的抓他 这样 天下 天下 我和你这种种的那么少 我还没来得你 你不能丢下我们不管了 你谁 摩尊 没想到吧 你也有被人暗算的 你们联合情算计我 我们都是向你学习对的 别看 他还活着 摩尊 我说 你和你让你舒服服服的死 但是你活得不耐烦了 今天 我感觉你们每个人都 摩尊 不要毁灭你们 毁灭你们 是吗 你中的可是风魔针 我不能动 你最后一程了 咱们 这里 咱们 你 你 咱们 你中了我的 摩尼 这万年修 我也会一遇待 哎呀哈哈哈哈 我的女兒 你根本就不是一個醫生 你就是有什麼人犯 好我的人你來 這孩子來的時候就沒氣了 胡說就是你害死我女兒的 我要你們儲命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 這孩子從這麼高的樓掉下來 你亂說就是你的腿 殺人醫生 你你紅了女兒啊 你紅了女兒 哭什麼哭 這個小女兒還沒死 她說沒死就是沒死 給大家介紹一下 她叫蕭燕 是我們南疆醫院最出名最厲害的神醫 也是我們的院長 回家 他叫你 他叫你 於是 什麼事 我們